第1個我們就要看他的骨折有沒有上到生長板 如果上到生長板 那有可能會影響他未來的生長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會手術腹圍 盡可能把他恢復原來的狀況 那第二就是所謂的關節面的骨折 那關節面的骨折大概很難沒有把他對好 他就可以恢復 那第三個靠近軸關節附近的骨折 因為軸關節大概他的生長發育的狀況 會在比較年齡小的時候就定型了 不像其他的生長板可能會發育到 比較比如說女生14歲男生16歲 還會持續的發育 所以在手軸關節附近的骨折 他如果一開始沒有對得很正 手歪歪的 他將來可能也會就維持這樣子 所以在軸關節附近的骨折是比較特別 那其他的需要手術的狀況就跟大人一樣 比如說他是開放性骨折 比如說他有傷到神經血管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可能要手術 可能是一個多處的骨折 但是其實他會有很多的骨折 然後他會直接吃下去 我會想要多久 然後他會想要多久 他會想要多久 然後他會想要多久